隋朝是我国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封建王朝,也是我国古代一个十分强盛的时代。 如果问中国古代哪些皇帝可以称为千古一帝,我一定会回答这五位皇帝。 兼并六国,结束长达五百多年春秋战国诸侯混战局面,建立和完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秦始皇嬴政。 开疆兔兔实行大一统的汉武帝流彻,灭亡陈朝,结束长达三百多年十六国南北朝混乱局面,改革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隋文帝。 阳间,开造大运河创建科举制度,最终完成封建王朝政治体制改革的隋阳帝阳广,实行贪听入母,推行改土归流,设立军期处,将我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推向巅峰的雍正帝印针。 因此我认为隋朝一共诞生了两个千古遗地,分别是隋阳帝阳间和隋阳帝阳广。 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这个短命却伟大的朝代隋朝的历史吧。 隋朝皇族的祖先是西汉初年的赤泉侯杨兮,想要探究隋朝的历史,就要追溯到公元前2022年的该夏之战。 公元前2022年该夏之战爆发,兵先寒信指挥汉军,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 不久项羽在乌江拔剑自吻。 项羽去世后,刘邦的部下为了能够加官进决,对项羽的尸体进行了疯狂争夺。 其中有一个名叫杨喜的将领得到项羽的左腿。 随后,刘邦封杨兮为赤泉侯,从此杨氏家族拥有了爵位和地位, 至此基本上奠定了杨氏家族崛起的基础。 不过,杨喜虽然拥有了爵位,但是他的地位在当时并不突出, 因此杨氏家族在当时的势力并不是很强。 后来,杨喜的七世孙杨振在东汉安地时期担任了太位, 至此杨氏家族才逐渐强盛起来,逐渐成为了一个世家大族。 到了杨振的十三世孙杨忠的时候,杨氏家族的势力开始急剧膨胀, 至此杨氏家族逐渐成为了当时十分显赫的氏族。 525年,杨忠在外出游览泰山的时候,被南梁军队抓到江南, 从此杨忠开始了他的戎马一生。 529年,杨忠被北海王元昊任命为直阁将军。 不久,杨忠投靠了尔珠杜律,并被任命为统军, 后来杨忠又投靠独孤信,一起攻打南梁,立下了赫赫战功, 至此杨忠的地位逐渐提高了。 北魏分立为东魏和西魏以后,杨忠跟随独孤信加入了西魏阵营。 之后杨忠跟随独孤信和宇文泰,不断打败东魏、北齐、南梁、立下赫赫战功。 至此杨忠的地位迅速飙升,逐渐成为当时一个十分显赫的将领。 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决称帝,建立北周王朝,这就是周孝敏帝。 至此,西魏王朝宣告结束。 随后,周孝敏帝册封允为小宗伯。 558年,周敏帝册封允为驻国大将军。 559年,杨忠被册封为随国公。 至此,杨忠已经成为了当时十分显赫的将领和大臣了。 568年,杨忠去世,享年62岁。 随后,他的儿子杨坚继承他的随国公爵位。 其实,早在杨坚成为随国公之前,杨坚就已经依靠父亲杨忠的势力, 担任了很多官职,成为一个能够独党一面的人物, 也是当时一个很有名气的将领。 因此,杨坚的第一桶金实际上是依靠父亲杨忠的势力得到的。 573年,周五帝册封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太子妃, 让杨丽华嫁给自己的长子宇文云。 至此,杨坚成为了北州外戚,他的地位更加显赫。 578年,周五帝去世,他的儿子宇文云即位,这就是周宣帝。 周宣帝即位后,册封杨丽华为天元大皇后, 而杨坚作为杨皇后的父亲被周宣帝册封为上驻国大司马, 开始辅佐北州朝政。 579年,周宣帝退位为太上皇,他的儿子宇文善即位, 这就是周靖帝。 580年,周宣帝去世,随后, 执掌外境势力的杨坚迅速控制了北州的朝政大权。 至此,杨坚已经达到全清朝野独揽大权的地步, 因此杨坚的第二桶金实际上是依靠女儿杨丽华赚到的。 随后,杨坚又平定了向州总管玉池炯, 碧王宇文贤等人叛乱。 至此,杨坚已经清除了所有的义级势力, 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势, 为后来随朝取代北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580年开始,周靖帝先是册封杨坚为大丞相, 后又册封杨坚为相国。 后来,周靖帝赐给杨坚加酒席的待遇, 至此,杨坚一步步在向皇帝的宝座迈进。 581年,周靖帝正式将皇位善让给杨坚, 随后杨坚正式称帝建立隋朝, 年好开幌,这就是隋文帝。 至此,存世37年的隋王朝正式建立了。 隋文帝称帝以后,开始加快统一全国的步伐, 在此之前,周五帝已经灭亡了北齐,统一了北方。 到了隋朝建立以后,除了隋朝以外, 天下还剩下一个王朝,那就是南方陈朝。 因此,隋文帝如果要想统一全国, 就必须灭亡陈朝。 588年,陈朝集结大军,攻打隋朝闪州, 于是隋文帝以此为导火索, 开始了灭亡陈朝的战争。 随后,隋文帝任命他的次子晋王杨广为统帅, 调集五十一万大军,攻打陈朝。 589年,隋朝大将赫若毕在蒋山打败了陈军, 俘虏了陈军大将萧摩科。 不久,隋朝大将韩擒虫攻占建康, 陈朝皇帝陈淑宝被俘虏,至此陈朝灭亡。 隋后,隋军继续南下, 陆续占领了三五岭南等地, 并最终统一全国。 至此,从八王之乱以来, 我国古代长达三百多年的 十六国南北朝混战局面,宣告结束。 隋文帝即位后,开始着手于治理天下, 并为此颁布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 在中央制度上,隋文帝废除了北周六官制, 设置了五省六曹制。 隋后,隋文帝又在五省六曹制的基础上, 演化为了三省六部制。 三省指的是内使省、上书省、门下省, 分别负责决策、执行、审议。 他们的长官分别是内使令、上书令、 那也,他们的地位都是宰相。 六部指的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 刑部、公部。 他们的长官是上书。 隋文帝通过分权方式让他们互相制约, 既减少了决策失误,又加强了皇权, 有效构建了专制主义体制, 并欧洲的三权分立原则要早了1200多年。 在地方制度上,隋文帝改变了地方行政制度, 将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淘汰了大量荣官,达到精简机构, 节约开支的目的。 在选官制度上,隋文帝下令废除了 魏晋南北朝以来以门第为选官标准的九品中正制, 建立了以考试为标准的选官制度体系, 建立了秀才科、明经科两科。 隋文帝打破了以门第为选官标准的观念, 选拔了大量人才, 缓解了隋朝的阶级矛盾, 扩大了统治基础。 至此,科举制度出现了萌芽和雏形, 为后来隋阳帝创办科举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法律上,隋文帝认为北州刑罚十分残酷, 于是隋文帝对法律进行改革。 581年,隋文帝制定了开皇律, 至此,隋朝的法律体系逐渐完善。 开皇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后世王朝制定法律, 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和原则。 在农业上,隋文帝沿用了北魏的军田制, 并在军田制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 大大提高了隋朝的农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 在杜良恒制度上, 我国古代经历三国两季南北朝的乱世局面, 出现了杜良恒混乱局面, 于是隋文帝下令统一杜良恒, 方便百姓的日常生活, 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和货物流通。 在工商业上, 隋文帝鼓励工商业的发展, 早在周靖帝时期, 杨坚掌控北周朝政大权的时候, 隋文帝就已经下令取消了工商业的税收, 农业税成为了主要税收。 而隋文帝齐位之后继续落实这一政策。 581年, 隋文帝下令不再封建名山大则, 打破了三国两季南北朝以来, 官吏豪强对山子之地的垄断局面。 与此同时, 隋文帝下令经营矿产不再属于官府, 百姓可以自由开采, 至此隋朝的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 为隋唐时期的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城市建设上, 582年隋文帝命令高军、 刘龙、贺楼子干、 高龙岔等人在龙山修建新都, 命名为大兴城。 583年隋文帝下令迁都大兴城, 在复议制度上隋文帝改革复议制, 581年隋文帝下令缩短了农民的 负义年限, 规定不义者收拥, 意思就是可以使用钱财代替劳役。 590年隋文帝下令年满50岁的老人, 可以免除利益而折拥待义。 至此隋朝时期, 老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了, 呈现出了安居乐业的状态, 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人口上, 隋文帝下令在全国检查户口, 创建了大索茂月, 并且隋文帝下令堂兄弟以下一律分居, 各立户头, 这就是西级。 通过大索茂月, 隋文帝将164万人编入户籍, 至此隋朝的财政收入大大提高, 也促进了隋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在军事上, 隋文帝沿用西魏以来的府兵制度, 府兵是独立的军户, 家属要跟随军营住在军防。 590年隋文帝开始对府兵制度进行改革, 规定除去另有军籍以外的军人, 和他们家属隶属的周线户籍, 不再为军户, 转变为民户, 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需要根据军填制的法令来得到土地。 军人平时耕作, 爆发战争的时候编入军队, 至此隋文帝建立兵民合一的原则, 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也节省了军费开支, 又防止了将领拥兵自重的状况, 有效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地位。 隋文帝的时期, 隋朝政治稳定, 社会繁荣, 经济发达, 百姓安居乐业, 农业和工商业快速发展, 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 开航时期, 隋朝开垦土地的面积达到1940万顷, 是东汉时期的2.6倍。 与此同时, 隋朝人口人数达到了爆炸式增长。 581年, 隋朝人口数量为450万户, 到了589年, 隋朝人口数量已经突破了700万户, 再到606年, 隋朝人口数量已经突破了900万, 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开航之制, 至此隋文帝也成为了让后世景仰的千古一帝。 隋文帝晚年时期, 忙于废调长子杨勇, 改立进王杨广为太子的行动中。 隋朝初年, 隋文帝吸取了北周没有重臣辅佐, 而导致灭亡的教训, 于是隋文帝称帝以后, 给予儿子们很大的权力和地位, 并给予他们足够的历练机会, 让他们后来能够去辅佐太子杨勇。 然而他却不知道, 这个做法直接在后来引起了一场大乱, 更是埋下了隋朝灭亡的隐患。 隋文帝一共有五个儿子, 分别是长子杨勇, 次子晋王杨广, 第三子秦王杨骏, 第四子世王杨秀, 第五子汉王杨亮, 他们都是独孤皇后所生, 因此他们都有资格成为太子。 隋朝初年, 隋文帝就册封长子杨勇为太子, 除了杨勇以外, 隋文帝册封其他四个儿子为王, 并让他们担任要职,控制兵权。 其中,隋文帝的次子杨广, 第六年,隋文帝任命禁王杨广为统帅, 率军南下, 一举灭亡了陈朝, 从此杨广拥有很大的战功, 更加不把兄长杨勇放在眼里了, 至此杨广逐渐产生取代杨勇的野心。 为了能够取得父亲隋元帝的喜欢, 杨广决定伪装自己。 隋文帝崇尚节节, 于是杨广经常穿着旧衣服, 并在琴上放一些尘土, 以此表示节节。 每次隋文帝夫妇来到杨广家的时候, 杨广都会让其他的妻妾躲藏起来, 自己和正妻萧氏一起到门口迎接隋文帝夫妇。 并且杨广还经常给隋文帝夫妇身边的人送礼物, 请求他们在隋文帝夫妇面前为自己说好话, 至此杨广逐渐赢得隋文帝夫妇的好感和喜爱。 然而,杨广的做法却是让隋文帝十分厌恶, 隋文帝崇尚节俭,杨广却喜欢铺张浪费, 独孤皇后不喜欢男人有很多姬妾, 杨广却不断纳解,并与姬妾整天循环作乐。 杨广不喜欢独孤皇后让她取得正妻元氏, 而是宠爱独孤家罗十分讨厌的云兆逊, 至此杨广在隋文帝夫妇面前逐渐失宠了。 随后,杨广取得了杨术、云术等大臣支持和帮助, 又取得母亲独孤皇后的信任和喜欢, 逐渐开始了让隋文帝废掉杨广的太子之位的阴谋和行动。 600年,隋文帝正式下诏废除杨勇太子之位, 将她废为庶任,随后隋文帝立禁王杨广为太子。 602年,一代贤后独孤皇后,在永安宫去世, 随后隋文帝开始宠姓、宠妃、 宣华夫人、陈氏和荣华夫人菜式。 604年,隋文帝病重, 于是太子杨广给杨肃写信, 让他去安排自己登基的事情。 然而,这封信却落到了隋文帝的手里, 隋文帝看到这封信以后十分愤怒, 就在这个时候, 陈夫人也来向隋文帝哭诉, 说杨广调剧他。 隋文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十分震惊, 于是他产生废除杨广, 重新册封杨勇为太子的想法。 随后隋文帝立即下诏, 让柳树、袁延进宫, 草拟废除杨广,改立杨勇为太子的诏书。 杨广得到这这消息以后, 决定先发誓人, 于是他立即率军逮捕了柳树、袁延。 接着,他又让张恒 把隋文帝身边的宫女太监全部打发走。 就这样隋文帝在当天不明不白地去世了, 随后他的儿子杨广即位, 年号大业, 这就是隋杨帝。 隋杨帝即位之后, 立即逼迫他的大哥废太子杨勇自杀, 随后他又平定了他的武帝, 汉王杨亮的造反, 至此隋杨帝的地位逐渐顽固了。 隋杨帝即位以后, 颁布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使得隋朝国力更加强盛。 第一,隋杨帝下令创办科举制度。 隋朝以前, 我国国待选官基本制度是九品中正制。 2020年, 魏文帝曹批根据大臣陈群的建议, 设置九品中正制。 从此以后, 九品中正制一直都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选官的基本制度。 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 皆在维护世家大族利益, 在设置之初, 确实为维护王朝统治秩序和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是九品中正制也埋没了大量人才, 形成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的呛狂。 这样一来, 九品中正制又形成了士族和数族对立的局面, 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 于是, 隋文帝即位后正式下令废除了九品中正制。 至此, 存在360多年的九品中正制正式退出我国历史舞台。 隋杨帝即位之后, 为了满足人才的需求, 以及士族衰落, 数族兴起的趋势, 开始建立以科举制度为标准的选官制度。 605年, 隋杨定设置近视科, 此后隋杨定又在近视科的基础上设置了明经科, 并制定一套比较完善的分科选材制度。 至此, 存是1300年对我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科举制度正式建立了。 科举制度是继查举至九品中正制以后, 又一个对我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选官制度。 是我国古代三大选官制度之一。 科举制度以考试作为选官标准, 显拔大量人才, 打破贵族对官职的垄断, 扩大统治阶级的基础, 缓和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对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发挥巨大作用。 一直到1905年, 清朝统治者才下令废除科举制度, 至此, 科举制度才正式退出我国历史舞台。 第二, 隋阳帝下令修建金豪大运河。 隋阳帝时期, 中原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的战乱和纷争, 人口流失严重, 土地荒芜, 经济崩溃。 然而, 江南地区先后经历了从东吴, 东晋, 刘宋, 南齐, 南两, 南晨, 六个王朝长达四百多年的治理, 经济发达, 社会繁荣, 人民富裕, 成为一个金疙瘩。 但是, 由于交通不畅, 江南地区的前梁并不是及时到达中原地区, 因此, 从江南地区到中原地区迫切需要一条通道把它连接起来。 与此同时, 589年, 隋朝灭亡了南晨, 统一了天下, 结束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十六国南北朝的战乱局面。 因此, 隋朝内部的战乱逐渐减少, 此时, 北方突厥, 东北的高沟力不断南下, 入侵隋朝的边境, 因此, 河北地区逐渐成为了隋朝时期的主战场和军事中心。 但是, 由于交通不畅, 中原地区并不能把军队和粮草及时运输到河北地区, 因此, 从中原地区到河北地区迫切需要一条通道, 把它们连接起来。 至此, 从江南地区到中原地区, 从中原地区到河北地区之间的通道, 已经成为了隋朝统治的需要, 也成为了隋朝社会发展的需要。 六年四年, 隋阳帝在前人和自然河道的基础上, 正式决定逐建金航大运河。 六零四年, 隋阳帝在阳渠故道、 汴渠故道的基础上修建了通济区。 同年, 隋阳帝下令修建了坎沟。 六零八年, 隋阳帝在屯治河、 大河故独、 白沟的基础上修建了永济区。 六一零年, 隋阳帝在吴运河、 秦丹土水道、 南朝运河的基础上修建了江南河。 至此, 到六一零年前后, 金航大运河已经基本完工了。 金航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 北起卓郡、 南到渔航, 全长2700多公里, 从北到南分别为永济区、 通济区、 砍沟江南河四个部分, 沟通了海河、 黄河、 淮河、 长江、 前塘江五大水系, 形成了卓郡、 洛阳、 渔航三大地理中心, 成功把隋朝军事中心河北地区、 政治中心中原地区、 经济中心江南地区连接起来, 成为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 金航大运河是世纪上最长的运河, 是我国古代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 也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 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是我国古代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 加强了隋朝政治中心、 中原地区、 经济中心江南地区、 军事中心、 河北地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对隋朝乃至后世所有封建王朝的社会稳定和巩固统治 都产生了巨大作用。 金航大运河的修建大大促进了 我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和交流, 它让金航大运河沿岸地区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成为我国古代经济中心和主要经济动脉。 其中, 江南地区和江淮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直到今天, 江南地区依然是我国最富裕发达的地区。 金航大运河修建完成以后, 江淮地区的扬州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并留下了天下之圣养为首, 洋一一二的美运。 一直到清朝后期, 随着长江运输、海运、金户铁路的兴起, 金航大运河才逐渐退出我国经济中心 和主要经济动脉的地位。 第三, 隋阳地大力构建隋朝的统治体系, 完善了隋朝的政治体系、 法律体系、 军事体系、 文化体系。 在政治上, 为了统治需要, 隋阳地设置了殿内省, 并于尚书省、 内使省、 秘书省、门下省合成为五省, 并且隋阳地下令将太府寺改名为少府间, 国子学改名为国子间, 内市省改名为长秋间, 将座寺改名为江左间, 再加上都水间合成为五间。 与此同时, 隋阳地下令周治改为郡治, 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的改善。 在法律上, 为了改变隋文第十七严酷的法律, 607年, 隋阳地颁布了大业律, 至此隋朝法律体系逐渐完善。 在军事上, 隋阳地下令将左右位改为左右翼位, 左右背身改为左右齐位, 左右武侯改为左右侯位, 领军改为左右臀位, 并设置了左右裕位, 再加上左右武位合成为十二位。 在文化上, 隋阳地下令恢复了被隋文第废除的国子间, 太学、四门学、周学等教育机构, 还下令新建了更多学校。 并且, 隋阳地派人编写《长州郁静》《区域图志》等书籍。 与此同时, 隋阳地还派人访囚和保护民间图书。 隋阳地时期, 隋朝藏书量达到37万卷, 图书有7.7万类, 是我国古代藏书量最多的朝代。 至此, 隋阳地时期, 我国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得到土匪猛进的发展。 隋阳地和他的父亲隋文帝的制度改革, 是我国古代即秦始皇以后又一次彻底大变革, 揭开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制度体系的新秩序, 影响了后世封建王朝统治秩序和制度长达一千多年。 第四, 隋阳地亲征土匪猛并大力开发西域。 为了加强隋朝对西域统治, 隋阳地决定打败西域地区的强国土匪猛。 608年, 隋阳地正式出兵攻打土匪猛。 不久, 隋军大败土匪猛。 随后, 隋阳地设置了西海郡、 和元郡、 且魏郡、 善善郡、 四个郡, 将甘肃、 青海、 新疆大片土地纳入中原王朝统治范围内。 至此, 亲征土匪猛加强隋朝对西域的统治, 以为隋朝经营西域扫除障碍。 610年, 隋阳地使用重大的待遇招待了西域商人, 让西域的商人免费吃住。 隋阳地这一举措极大激发了当时世界各国中原王朝的向往, 加强世界各国对中原王朝的好感。 从隋阳地开始, 隋唐时期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 成为我国古代强盛的重要标志。 第五, 隋阳地下令营造东都洛阳。 605年, 隋阳地正式决定营造洛阳。 随后, 隋阳地派杨素负责营造东郡, 在营造洛阳的工程上, 每个月都会投入200万的民夫, 10个月。 609年, 隋阳地下令将洛阳改名为东都。 洛阳城包括工程、 黄程、 外郭城三个部分。 其中, 工程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黄程是百官办公的地方, 外郭城是百姓居住的地方。 营造洛阳是隋阳地文治武功的一个重要步骤, 他奠定了隋唐时期长安、 洛阳共同为都城的局面基础, 为隋唐时期都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巨大贡献。 从此, 洛阳这个沉蕾半个多世纪的城市开始再次崛起, 逐渐成为了与长安、 扬州、 成都并驾齐缺的大都市。 隋阳地前期隋朝经济发达, 文化繁荣, 阶级矛盾缓和, 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国力继续提高, 达到巅峰, 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大业盛世, 就凭这一点隋阳地就无愧于千古一帝的称号。 此时, 隋朝先后经历了开皇之治, 大业盛世, 国力已经达到巅峰, 也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一个新高度。 然而, 就在隋朝看似如日中天的时候, 太阳已经在悄悄倾斜, 隋阳地的穷兵独武, 急功近利, 终于导致隋朝的灭亡。 至此, 隋朝进入到了一个危机时段。 隋阳地即位之时, 位于隋朝东北部的高沟栗逐渐兴盛起来, 此时的高沟栗不仅拒绝向隋朝进贡, 还出兵骚扰隋朝边境, 至此, 隋朝的高沟栗矛盾日益尖锐。 607年, 隋阳地巡游东突厥, 在东突厥遇到高沟栗的使者, 隋阳地认为高沟栗和东突厥有联合趋势, 如果让他们联合起来, 一定会对隋朝边境产生巨大威胁。 不久, 隋阳地让高沟栗往高原去长安朝见隋阳地, 却遭到高原拒绝, 至此, 这两个事件成为隋阳地三征高沟栗的导火索。 612年, 隋阳地发动了一征高沟栗之战, 集结113万大军和200万民夫去攻打高沟栗, 结果由于指挥失误, 隋军被高沟栗军打得大百, 隋朝30万先锦部队只剩下2700多人, 至此隋阳地一征高沟栗之战以失败而告终。 613年, 隋阳地发动二征高沟栗之战, 集结150万大军去攻打高沟栗, 然而就在这时, 杨素的儿子杨玄敢起兵反抗隋朝, 并率军攻打洛阳, 于是隋阳地不得不停止攻打高沟栗, 率军回到隋朝, 救援洛阳, 并把攻打高沟栗所有军事物资全部丢弃在了高沟栗, 至此隋阳地二征高沟栗之战以失败而告终。 613年, 隋阳地发动了二征高沟栗之战, 集结150万大军去攻打高沟栗, 然而就在这时, 杨素儿子杨玄敢起兵反抗隋朝, 并率军攻打洛阳, 于是隋阳地不得不停止攻打高沟栗, 率军回到隋朝, 救援洛阳, 并把攻打高沟栗的所有军事物资全部诸弃在了高沟栗, 至此隋阳地二征高沟栗之战以失败而告终。 614年, 隋阳地发动三征高沟栗之战, 集结100万大军攻打高沟栗, 不久, 隋军水军在平壤附近打败高沟栗军队, 隋朝大将莱护尔在毕说城打败高沟栗军队, 于是高沟栗王不得不派人向隋阳地求和, 至此隋阳地三征高沟栗之战以胜利而告终。 隋阳地三征高沟栗耗尽了隋朝的财力、兵力、人力、物力, 给隋朝老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和负担。 从此以后, 隋朝社会矛盾开始全面激化, 隋朝统治开始出现巨大危机。 除此以外, 隋阳地还在605年发动了攻打林役战争, 在608年发动了攻打土玉魂战争, 在610年发动攻打琉球战争, 在615年发动攻打突厥战争, 这些军事行动也耗费了隋朝大量的物力、财力、兵力、人力, 进一步激化了隋朝社会矛盾。 与此同时, 隋阳地修建大云河, 迎建东都三下扬州也耗费了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并且隋阳地创办了科举制度, 损害了士族利益, 使得隋阳地失去了士族的支持, 至此隋朝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611年, 王博在长白山发动起义, 揭开了隋朝农民起义的序幕。 紧接着, 窦建德、张金称、刘霸道、孙祖安等人也纷纷起义, 反抗隋朝统治。 此后, 隋末农民起义军的势力日益强大, 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 逐渐吸卷了大半个天下。 面对隋末农民起义军的蔓延, 隋阳地使用残酷的手段对他们进行镇压和消灭。 不久, 隋朝陆续平定了张金称、 刘元晋、罗明月等人起义, 然而, 迪让、窦建德等人却不断率领起义军, 打败隋军, 至此, 隋末农民起义军的声势更加强大。 613年, 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在里洋起兵, 反抗隋阳帝的统治, 不久隋阳帝迅速镇压了杨玄感叛乱, 然而, 杨玄感叛乱却成为了隋朝上层贵族, 反抗隋阳帝的序幕。 616年, 隋阳帝从洛阳前往江都, 这是隋阳帝第三次巡游江都, 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巡游江都, 从此, 隋阳帝再也没有回到中原地区。 617年, 隋阳帝的表哥独孤家罗的外甥李渊, 在晋阳起兵, 反抗隋阳帝统治。 不久, 李渊占领长安和关中, 拥立隋阳帝的孙子杨幼为皇帝, 年号一宁, 姚尊隋阳帝为太上皇, 至此, 杨幼成为了隋朝第三位皇帝。 随后, 杨幼侧分李渊为丞相, 总览朝政, 至此李渊独掌大权。 杨幼只是李渊扶持的傀儡皇帝。 这时候, 隋阳帝已经彻底摆烂了, 他让人在江都附近不断挑选美女, 扩充后宫, 整天循环作乐, 而且, 隋阳帝在这一时间里竟然照镜子。 他曾经和相皇后说, 好头颅, 不知道什么刀剑能够砍下他。 此时, 隋阳帝已经知道自己被杀是迟早的事情, 因此, 他时常把毒药放在身上, 以此来保留全尸。 618年, 隋阳帝决定不再返回忠言, 于是他派人修建丹阳宫, 打算迁居到那里。 然而, 隋阳帝的士兵大多数都是中原人, 都想着能够回到家乡。 隋阳帝这一举措无疑是失去了士兵人心, 因此, 这个事件成为江都兵变的导火所。 至此, 隋朝进入到了灭亡阶段。 618年, 隋阳帝的另一个表哥, 独孤家洛另一个外甥宇文化吉, 利用士兵思念家乡心理, 发动兵变, 攻打隋阳帝。 隋阳帝兵败后, 逃到西閣, 被叛军抓捕。 不久, 隋阳帝令叛将, 令狐行, 打将, 隋阳帝试杀。 隋后, 宇文化吉又下令杀死隋朝的所有皇室成员, 历史上把这一兵变称之为江都兵变。 隋阳帝被杀以后, 隋朝已经名存实亡, 至此, 隋朝灭亡的命运已经彻底不可挽回了。 隋阳帝去世后, 宇文化吉拥立隋阳帝的侄子, 秦孝王杨骏的儿子秦王杨浩为皇帝, 年号天授。 至此, 杨浩成为了隋朝第四位皇帝。 随后, 杨浩册封宇文化吉为丞相, 总览朝政。 至此, 宇文化吉掌控了朝政大选, 杨浩只是一位魁贝皇帝。 不久, 宇文化吉在拱县被瓦岗首人李密打败, 率领两万残余势力, 逃到魏县。 紧接着, 宇文化吉派人毒杀杨浩, 正式称帝, 国号为许。 至此, 隋朝天授王朝宣告结束。 隋阳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以后, 李渊觉得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618年, 李渊逼迫杨浩退位, 正式称帝, 国号为唐, 这就是唐高祖。 至此, 隋朝翼王朝宣告结束, 一般来说, 杨幼被历史承认为皇帝, 与他一起称帝的杨栋和杨浩一般不被历史承认, 因此杨幼退位后成为隋朝灭亡的标志, 至此存世37年的隋朝宣告灭亡。 不过, 隋朝还没有彻底灭亡, 杨帝被杀的消息传到洛阳以后, 原文都皇府无益, 当人拥历随杨帝的孙子杨幼的哥哥杨栋为皇帝, 年号皇太, 至此杨栋成为了隋朝第五位皇帝, 随后杨栋派盖从马公兆招降马刚首领李密, 李密向杨栋同享, 于是杨栋册封李密为卫国公, 并让他率军去攻打于文化级。 不久618年, 段达发动兵变, 杀死原文都, 拥护王世充, 杨栋无奈, 不得不册封王世充为尚书幼仆业, 让他去管理朝廷的所有军务, 至此王世充掌控了朝政大权, 杨栋成为了傀儡皇帝。 619年, 段达云定兴等人朝进杨栋, 说王世充功勋卓助, 敬求杨栋将皇位让给王世充, 杨栋无奈, 不得不将皇位让给他, 于是王世充称帝国号为政, 至此隋朝皇太王朝宣告结束。 620年, 东突厥可汗, 楚罗可汗, 拥立随杨帝的孙子, 其王杨健的遗父子杨正道为隋王, 重新建立隋朝, 成为隋朝第六位皇帝, 历史上把这隋朝称之为后隋。 并且, 楚罗可汗还将东突厥境内的中原官吏和百姓都交给杨正道治理, 随后杨正道前往定乡郡居住, 并根据隋朝制度设置了百官, 统治着一万多人的官吏和百姓。 不过, 杨正道的后隋仅仅是东突厥扶持的傀儡王朝, 他的存在和命运都要被东突厥控制和主导。 630年, 唐朝大将李靖率军灭亡了东突厥, 东突厥杰力可汗带着杨正道和隋杨帝的皇后萧皇后, 一起向唐朝投降, 至此, 隋朝彻底灭亡。